今天我們一樣邀請到了 EC Dissafio俱樂部的 跟安翔太教練 來跟我們繼續討論足球的陣型 教練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阿翔太 我是從日本來的 今天請多多指教 請多多指教教練 那我們之前有聊了很多了 我們聊了很多 四後衛的陣型 好像四個後衛算是比較主流的 那我們今天聊一點特別的 像是三後衛陣型 像352或343 這個陣型最主要的重點就是 有三個中後衛來守護禁區 教練跟我們講一下 三後衛這個陣型有哪些特點呢 まず最初に 3バック 3枚 5枚 5バック 我全都一樣 教練說 三後衛其實跟五後衛是一樣的 三人也不能守 四人也不能守 所以三人也不能守 對方的実力 但是 如果有棒時 相對的 對方也不能守護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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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三後衛的位置 對方也不能守護禁區 所以在防守上是非常有人數優勢的 所以他們傳球到中前場的時候 有一個中後衛上去 另外兩個可以馬上補出來 所以還是有兩個 基本上有兩個中後衛 對 會正手進去 所以人數上來說對於防守上的補位是非常直接又簡單的 剛才4B 說過這個部分 攻撃的方法會狙撃的方法 這個位置也會出現的時候 這選手也會出現這個位置 還有2人殘留的方法 所以這是3B 的好處 所以他比起4個後衛來說 他打身後空間 也就是前場的身後空間來說 那麼非常簡單的後衛就可以上去5位 やっぱり人が多いので 4人比較5人要守到後衛 就會非常好 除了防守上 這個3後衛或5後衛還有哪些特徵? 当然,如果有5人在后面, 在哪个地方有4枚放在哪个地方, 在哪个地方有4枚放在哪个地方。 如果有5人在后面, 中间有3人。 现在是5人在后面, 这3枚比较4人在后面, 这3枚比较大。 所以对中间来说, 对中间的空间就变得比较大。 对中间的空间, 刚才会出现空间有机会的空间。 如果我们的后面有, 在这3枚比较大, 需要人员站在哪里? 我现在的空间, 对中间空间的空间位置的空间, 如果球員要編入的時候,如果選手上去的話... 所以所有的陣型要跟著做移動... 在這個牆上...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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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算是一個重點喔 就是做編入的進攻的時候,我們要怎麼去防守? 教練跟選手要先確定好 當然,這次是4枚 5-4-1 5-4-1 5-4-1,這次是4枚的 但是這次是4枚的 但是這次是2-1 前場的一個人拉回來,這樣中場的人數相對來說就比較多 但是就可能比較偏防守陣型 因為進攻上來說,就相對比較弱了一點 對 所以這次是前場的一個人拉回來 所以整個陣型可能就會比較後撤到自己的半場上來說 那教練,三後衛或是五後衛在進攻上有哪些特點呢?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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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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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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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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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特徴的特徴 攻撃的時期是 更加的位置 所以 別的 在這裡 在哪裡 是沒有問題 但 大事是 為什麼 那種選手 是 在台灣 時 要選擇 要選擇 最重要 選擇 最重要 選擇 最大的 最重要 經過這麼多的陣型介紹 我相信 觀眾朋友大概也對 足球的陣型有些許的了解了 在看比賽的時候 不只可以看熱鬧 還可以看門刀 我是橫翼 歐巴足球聯賽 我們下次再見